不是什么大佬只是个名不经传的小病 我本以为啊 这游戏已经没什么惊人了 直到我前段时间在粉丝群看到说 3333去排队排了上万人 细想了一下也该做点新手攻略了 那么今天就讲讲三战的主将位的选择 有潜入身 首先是从SE赛季就开始热门的桃源说起 刘备关于张飞中谁做主将 是刘备对吧 那三个人都有主将额外特效的情况下 决定这个的正是我们的诉求 我们知道桃源续航出色以托为主 那么主将就得选统帅和智力都不低 且兵种等级也不低的武将 那么刘备就是最佳的选择 等后续赛季关于的红度高了 或者有兵种提升宝物了 才会选择使用 桃源明白了 那么境界一下 虎成功为什么是甘宁主 因为甘宁主将有额外的会心和会心伤害加成 对吗 对也不对 甘宁做主将确实能增加虎成功的爆发 是最大化甘宁和太史词输出的情况 也是我们的主要诉求 但是当我们的诉求只是碰瓷呢 大家都知道虎成功中周泰是全员减伤的核心 当周泰阵亡后 甘宁和太史词就会被崔库拉朽一波带走 所以我们转变思路让周泰当主将 因为战斗的机制是主将阵亡后战斗失败 大家发现没 只要我们弄清了我们的诉求 主将为该放谁就一目了然了 但是有个带周泰的阵容例外 那就是孙权周泰体系 孙权由于自带战法的缘故 做主将可以加快启动的速度 并且他的伤害呢 也来得比较慢热 此时拿周泰做主将 一个是影响孙权拿增益的稳定性 另一个是战斗结束的过快 孙权也还没打出足够的伤害 这里就是一个负提升 好 接下来我们要再进阶一点了 先提个问 诸葛亮大家都知道 那么为什么前几个赛季诸葛亮为主将的多 当赛季越久之后 诸葛亮做主将的阵容反而少了呢 那原因就是大环境变了 什么是大环境 当你玩过很多区服的号 你就会发现了 每个区甚至每个萌的阵容风格都不一样 SE尤为显著 因为大家的将都不够全 但是当我们赛季靠后时 月卡党也能有一个很深的武将池了 这时候那些没有特色的 四维低的武将都已经被淘汰出去了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不明白也没关系 我们换个直观点的说法 诸葛亮作为主将的智力差伤害加成 在前几个赛季的收益是很高的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对面会出现什么 奇奇怪怪的低智力牛马武将还带满了主动战法 这里就不特质了 但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也是在武将池不大时候的无奈之举 可以理解 但是赛季月卡后 当月卡玩家都有一个足够大的武将池的时候 这种天生有缺陷的武将都会被剔除出去 那么此时诸葛亮的功能性就从一个打断兼顾伤害成为了一个控场与辅助的存在 这时候其他武将的主将特色会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总结一下 一个配置中谁做主将取决于我们的诉求 而对于萌新来说并不要太过纠结 抄答案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么这里常用的主将人选我也整理出表格了 当萌新玩到后续赛季自然就知道该选什么 所以此图仅供参考 那么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